我不喜欢被推荡 随着结合的铃声响起 同学们都欢呼了起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接下来是休息的时间 可我多么希望永远不要休息 要是能一直待在农舍里劳动 那该有多好 路过农舍的麦格太太 见我还没有离开 问道 菲力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讨厌休息 讨厌时间活动 我在心底呐喊 可就是说不出口 在麦格太太的注视下 我磨蹭了好一会儿才离开农舍 朝着集合的地方挪动步子 农场管理员西蒙先生 看见我大声地叫道 菲力也就差你了 刷的一下 大家都朝我看了过来 吓得我连忙低下了头 我能感觉到 纳威正在人群之中盯着我 好了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就开始你们的农场之旅吧 西蒙先生没有费备我 他在清点完人数以后就让我们在农场里自由玩耍 可我却更害怕了 嘿菲力 你知不知道你耽误了我们五分钟 纳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他和他的朋友拦住了我的去路 并一把将我推倒在地 我的眼泪立刻就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虽然我也不想 可我真的好害怕 纳威一把拽起了我的衣领 恶狠狠地说 爱哭鬼 如果你再敢浪费我们的时间 我就揍你 说完 他还朝我吐了口水 回到家后 我一头就钻进浴室 尽力地隐藏着自己身上的伤痕 可这一次妈妈好像发现了我的异常 菲力 妈妈看到你的脖子上 好像有一道红印子 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弄的吗 我不知道说出来以后 纳威会不会对我更凶 可我真的很需要帮助 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妈妈 妈妈非常生气 她立刻就给麦格太太打了电话 那天晚上 妈妈守在我的床边 她轻轻地摸着我的脑袋说 很高兴你能把事情告诉我 要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我已经和麦格太太聊过了 妈妈向你保证 绝对不会让她再欺负你 但你也应该知道 你要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 妈妈告诉我平常可以尽量和朋友们待在一起 遇上了麻烦可以向老师寻求帮助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勇敢 因为我越害怕 纳威就会越欺负我 第二天 麦格太太让纳威向我道歉 但纳威非常不服气 她恶狠狠地盯着我 看到纳威的样子 我很害怕 但我记起了妈妈的话 于是鼓起勇气 盯向了纳威的眼睛 过了好一会儿 纳威终于避开了我的目光 小声地说道 对不起 经历了这次的事情 我便勇敢了许多 也许以后还会遇上麻烦 但我不会再害怕了 因为我学会了用正确的方法 保护自己